另外一家叫提摩豆 那提摩豆它也是有两种工具 它一个是 HighTeach 928 那它网页上叫做HighTeach 5 那这个也是单机版的 所以它的用途跟刚刚MyWebord是一模一样的 几乎长得很像很类似 然后另外它有一个HighTeach CC 那这个HighTeach CC 它的那个跟学生互动的部分比较特别 我稍微展示一下给各位看 那各位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上面 然后直接进到这个HighTeach CC的网页 那这边呢 我会建议各位 你的手机先去安装那个HighTeach 那用HighTeach去扫码登录 那你就可以有50个学生可以跟你连线 它的 它的 它是这边 如果你用手机安装了HighTeach 然后在里面用扫描去登录 用脸书去登录或者用自己的手机去 申请的 那它就会只有 如果你是用Google账号去登录的 它就没有提供到50个学生 它就直接 进来 它进来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边 沿线人数只能10个 然后只能收集一个作品 所以你的互动就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会建议你用那个 我就先用那个Google的部分 它只能一个互动 我用这个示范 不好意思 我现在只能做一个互动的部分 因为我不是用那个HighTeach掃进来的 那如果是学生的部分 它就用HighTeach进去你的课 那你 我这边就使用 这个就是 可以直接从你的PDF去开档案 那这个我就直接用空白的那个黑板 空白的黑板 那我进来之后啊 学生要进你的课是扫这一个码 扫这个 这个QR Code 各位可以扫一下好了 如果你有安装HighTeach 你就用HighTeach去扫这一个码 扫这个QR Code就可以进到我的课 那如果你没有安装HighTeach 你直接扫码应该 我忘记它有没有可以浏览器直接进来 然后它这边有说明了 如果你的解析度 太低 它就不支援你的那个系统 所以你的手机跟平板要在1024x600解析度以上 那有人进来他这边就会出现 那个进来的成员 因为它的互动的部分其实蛮有趣的 那我等一下只做一个示范就好 只做一个示范 好 那差不多了 那我就要进到课里面 好 那你的 同学进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进到那个课程里面 那 它的概念是这样子的 这边是你的课程的内容 所以老师写的东西 目前你的手机看不到 因为它要有一个动作叫做推送 它有一个动作叫推送 你要做了这个动作 好像是这个 推送画面 推送图片 老师你任何在上面写的东西 或者你的pdf 档案 你的教学的内容 你要做这一个推送图片 按出去之后 学生的手机才会看到你的内容 现在大家应该看得到我的内容 那当你要跟学生做互动的时候 这一个功能很重要 这个就是它的互动工具 那刚我们讲 如果你是用 那个HiTA登录进来的 你就可以有六次 跟学生互动 在你的教学页面里面 你可以有六个互动工 工具都可以用得到 那如果你是用Google进来的 或者是脸书进来的 你就只能跟学生互动 一个 所以我现在 因为我刚刚是用Google进来的 所以我只能跟你互动一个 所以我等下示范一个就好 所以你选了互动工具之后 这里有好几个东西 这个是 集问集答 这个是文字题 就是让学生输入 文字 然后传上来 然后这个是 学生可以 跟刚刚那个分享档案一样 他可以把档案丢给你 然后这个是抢答的功能 然后这个是挑人 然后这个是挑人 就是刚刚那个 选择谁 命运转轮盘那个功能 然后这个是 倒数 计时的功能 那我们直接用这一个 集问集答 所以我点了集问集答之后 来各位假设我现在给你一个 一个题目 然后让你选 请你选ABCD 好各位 请你在 选择 ABCD 或1234 四个答案里面 选一个 各位随便选 好选了之后呢 你看 有变颜色的就是他已经作答的 没有变颜色的就是他还没作答的 好 好 那 根据 我刚给的题目呢 假设我现在老师 我要设定标准答案是1的话 我就可以在我A这边 我就去设定 我的标准答案如果是A 我就选A 好那你设定好答案之后呢 这里可以翻牌 就是 看学生的答案 所以你就会发现 跟你一样答案的 绿色的是答对的 红色的是答错的 好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统计表 好你会发现 答对的有三个人 然后答错的在这边 他分别是选了B 选了C 选了E 选了F 好这些人是答错的 那甚至你要看说 答对的是哪三个 我就点这个长条图 这边 好这个是答对答错的统计图 好然后 所以你就可以根据你的统计的状况 你去决定说 这个概念要不要再重新讲解 重新讲解 所以你还可以知道说 答错的 为什么写C的 这个答案是C 那为什么 5号他选的是C 好你可以点他 就知道他答案写C 对不对 好所以 为作答的是这两个 你也可以知道是谁没有作答 好那答对的是这几个 你可以知道说 1号3号 9号是谁 他会 他选的是对的答案 好所以你可以在这上面 直接做统计 然后这个是 有回答的人 已经78%的人 回答了 好 所以他的功能比较强的是在这边 好 这个是 Hi Teach CC 的功能 好 那所以 经过刚刚的练习 各位可以知道 他这个部分在互动统计的功能会比较强大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给你练习 每一个部分 那所以这是我给你的讲义里面 各位可以有空再去看一下 那至于那个如果你要 买Viewball要练功 你就可以在这些内容里面 比如说我要怎么做呱呱卡 那你就点开来 他就会跟你讲步骤 你就按这个步骤去试试看 好然后这些 各位就有 有空的话就可以去练习 那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或者是学校可以再申请那个进阶的课程 好